好啦 那演唱會其實我們都很好奇 這一場演唱會到時候大家看到的是新的嗎 當然當然 一定是新的 然後全場都是以舒晴歌為主 達文不是五文在線嗎 就是做了80%的改變 然後音樂 舞蹈跟服裝都做一個不同的變化 因為往往的Ankle都是回來唱 然後可能改個一兩首歌 但是我每一次的Ankle就是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誠意 然後可以讓更多曾經沒有看過演唱會的朋友們 可以去看一下 去觀賞一下 然後去感受一下華人歌手的用心跟努力 所以這個特色的技術要不要跟大家講講剛剛那個東西 其實剛剛的這段表演它只是一個Sample 然後只是希望可以在現場給很多的媒體朋友們先感受一下 可是真實的現場演唱會一定是做不一樣的表演 因為舞台的限制也不一樣嘛 然後第二個表演的空間也變大了 然後第三個視覺的感受一定不會拿剛剛記者會所播放出來的視覺跟大家做分享 一定是做一個全新的改變 因為現在的螢幕還在製作當中 希望到時候的演出是很精彩的 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其他很不一樣的表演 你再特別拍了一個MV對不對 這一支MV就是昨天首播了五魂在線 然後是以一個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靈魂的廢話嘛對不對 就是他對於很多事情的一個發想 然後在拍攝MV的過程當中還蠻驚悚的 就是會有遇到一些很特別的靈異又無法解釋的一些狀態 發生那時候自己有沒有嚇到 還是覺得發的感覺 發的感覺 當然在那個時候我把所有男人狙擊在一起 因為陽氣變重 然後就比較安心一點 那其實我比較娘 所以我會害怕這一塊事情 你知道 對 但是我覺得還是蠻順利的拍攝完畢啊 小豬不想跟我分享一下 就是唱片大賣的最近 就是心裡的感受怎麼樣 當然心裡的感受是非常感謝很多支持我的專輯的朋友們 因為現在要去唱片行買專輯的朋友 真的越來越少了 那我覺得現在網路科技很發達 有很多的朋友們都會透過合法的下載 去聽他喜歡的歌手的音樂 但是實體的唱片就變得 可能就會有很大的影響嘛 那到現在有這樣一個成績 真的是非常感謝很多的 很支持羅志祥的歌迷朋友們 然後對我的支持 這個四連霸是他們給我的 謝謝 謝謝 連這個放牌也好嗎 然後又開演唱會 聽說你的收入有高達6億啊 幾下9億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每一個歌手都很用心很努力 在做每一個工作 你們一定覺得說很官方的回答 怎麼樣 真的很官方對不對 對 一般什麼歌手怎麼回答會比較好呢 那心情是怎樣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都是很好的朋友啦 沒有沒有 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喜歡工作的人 那我的起步比別人晚 我就要比別人更努力更用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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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回答 怎麼說呢 打給我 我幫他打 謝謝 謝謝 謝謝